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缺儿哥 爱吃干豆腐的朋友们 请认真观看视频 缺儿哥给大家伙分享一道 软煎豆腐卷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准备一根山东大葱 葱中间破一刀 斜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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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鸡蛋铺的更均匀 一定要小火煎蓬 咱们保持最小火 煎至一分钟左右 把下沉的鸡蛋煎至捧皮了 然后咱们把豆腐卷翻过来 再煎至另一面 翻过来之后 咱们这把剩余的蛋液 全部浇到锅里边 豆腐卷的另一面 也煎至快一分钟了 咱们再翻回来 非常的漂亮 咱们再翻回来 干豆的豆腺味和鸡蛋的蛋腺味 它们两个融合之后 味道非常不错 而且还有里边的这些蔬菜 使这菜的口感呢 特别的清淡 但是不失香味 非常不错 确实该敢保证一点 只要平时你对干豆腐卷冲 蘸大将你不烦的人 这道菜呀 你保准能爱吃 而且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不复杂 看着外观还非常漂亮 这回你家里边来个人去个写啥的 给他安排一道这菜 看着不知道你怎么做的 那么好 四分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 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